好 我现在站在的是立法院的政副院长的中间 因为农历新年到来了 刚刚上任的新任的立法院的政副院长 韩国瑜江启臣也特别拍了影片 要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哇 这个影片po出来之后 立刻引发了网友热烈的回应 按赞人数瞬间1.4万人 好不好 这个我的子萍还有那个我的面对面 也给我来个1.4万人好吗 拜托拜托 来听听看他们俩说了些什么呢 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好 恭喜恭喜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这个是在小年夜的时候 韩国瑜在脸书上po出跟张启臣一起拜年的影片 而且还写到 有搭档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祝大家小年夜平安 新的一年 平安喜乐 何家平安 哇 他讲了好几个平安 平安真的很重要 那影片当中的韩国瑜先是喊 恭喜恭喜 江启臣接着说新年快乐 两个人最后齐声喊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相当的有默契 好 就是这个影片 哇 一上这个FB我立刻也就看到了 因为昨天我还在放假 手机就一直在那边滑滑滑 哎呦 马上就看到这个影片 就说哇 这两个人真的是 非常的搭 我觉得搭起来很合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很match的感觉 那你看网友当然很开心 马上就按赞破万 好不好可以帮我现在子评按赞破万一下 你也帮 对不对 大过年的我就来上班 大家也帮我想办法按赞分享 让这个流量冲起来 网友说强强联手 好运都来了 政坛双霸 国会一切顺利 真的是希望新的一年 这个新国会一切顺利 不要再让民进党 在国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真的是很讨厌 对不对 你看最近那个瘦肉精 是不是现在国会当这个 多数不再是民进党的时候 监督的力量就来了 现在呢大家都不敢乱讲话了吗 对不对 乱讲话的还躲起来 还不道歉 这就不应该了 那另外呢还有最妙的就是 韩国瑜今年也发了春联了 我看大概今年大概最强手的春联 应该就是韩国瑜 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春联了 据说是有人是贴在墙上 隔天就被人家撕走了 那我刚刚也听到一个 我们一个同事讲说 他的朋友有拿到一张韩国瑜的春联 然后他就把它贴 他故意用那种就是 强力胶那种 就是贴死死 就是想要偷的人 你就算要偷 你也没有办法整张偷走 你也会把它撕坏 就是如果你要抢我的 你也得不到那种感觉 他怎么会为了一根春联 结果你知道吗 真的是有人为了 这个韩国瑜的春联 从桃园到板桥 为什么呢 因为叶元之 我也看到叶元之在脸书上说 来哟来哟 我这里有韩国瑜的春联 所以马上你看就有人冲到板桥 然后叶元之就说 这是韩粉这个 惺惺相惜啦 但是他发这个 他发这个春联那时候呢 最好笑的是还有人问 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 他就说可是那我要签那个新北吴彦祖 怎么这么 真的很好意思 但是呢你看 这个这位是林先生 他说他拿到春联那一刻的高兴的快要哭了 这个韩粉在 这个叶元之 他刚说自己是什么 新北吴彦祖板桥刘德华 随便他讲啦 新年快乐啦 叶元之 这个过年啊 小心这个不要这个 口无遮拦对不对 但是呢因为他发了这个春联 让真的很多的这个朋友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其中就刚提到这个林先生了 他是特地从桃园到板桥来的 拿到春联的那一刻直哭说 我要哭了 哇赶快来看看现场 好主播立委 叶元之八号在板桥的服务处 发放自己跟韩国瑜的春联 挟着韩国瑜的高人气 吸引不少的民众来到服务处索取 还有民众指定叶元之的签名 要庶名 新北吴彦祖 你有签吗 两签也是可以 但我是新北吴彦祖 板桥刘德华 你要是新北吴彦祖还是板桥刘德华 新北吴彦祖 然后板桥刘德华唱个歌这样 听到民众的赞许 叶元之虚荣心大爆发 还真的亲笔庶名 新北吴彦祖 可以说是自信爆棚 但认不认同 真的是见仁见智 不过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有一位林先生 特别从桃园赶来板桥 原因是林先生 先自掏腰包两百元 上网买了韩国瑜的春联 但是他选择割爱 先把春联送给隔壁的老爷爷 自己再搭火车来板桥 领春联 从中立花一个小时 来拿韩院长的春联 原因是因为 本来自己有上网买 用两百块买了一张 但是隔壁有一个九十五岁的伯伯 很喜欢韩国瑜院长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春联 送给隔壁的伯伯 然后自己 爷爷 然后自己 再花一个小时的车程 过来拿春联 等一下又要花一小时 时间回中立 没关系 哇 这太敢了 这次有心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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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很想哭 没有没有没有 可以看到林先生 拿到春联的时候 激动到快要掉泪 而叶原汁也够益器 特地留了一份烫金版的 韩院长春联 给这位林先生 让林先生能够开心过年 真的是好心有好报 但是能够拿到烫金版的春联 想必也献煞不少的民众 让他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而且昨天晚上 这个韩国瑜跟张启臣一起录了一个 这个拜年的影片 短短短短 但是立刻就按赞破万 好羡慕我 强强联手 好运龙来 大家说他们是政坛 双霸 国会会一切顺利 那当然今天中国时报也有报导啦 这个韩国瑜在立法院能够做多少事情呢 包括他的院长职责 也就是公道博2.0啦 因为以前大家都说这个王金平是公道博嘛 他就是比较会处理事情 让蓝绿不会非常的不爽 不像游锡坤 就是反正就是没有在听 任何非民进党籍的委员在讲话 对 那他有机投票机会吗 有提安全吗 朝野协商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还有议案才狼的空间怎么协调呢 那这个 习日寒水会冻结的境界吗 可以跟王金平一样吗 我觉得韩国瑜搞不好比他更厉害 因为韩国瑜又深乱又更厉 又更柔软这样子对不对 然后呢 老柯 哇塞我都不会用threats 他竟然会用threats发文呢 OKOK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 他说选后重回了朝小野大 1月15号民众党提出 文不对题的国会改革 要博声量演出 2月1号的政府院长改选 2月5号的朝野协商 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说是晚进台湾就是晚进就是这一阵子台湾最惊悚 西京的政治大戏 这只是拉开未来四年朝野攻防的序幕 输赢还早 世事如其 橘橘心 立法院是橘橘变 橘橘乱 柯总照 好竟然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台湾最惊悚吸睛的政治大戏 你不是也是其中一个角色一位演员吗 跟民众党在那边互呛的不就是你本人吗 自己明明就在戏里面怎么样难道是怎么样看戏的人傻演戏的人自己更傻吗 是这样吗 还说台湾接下来会橘橘变橘橘乱 哎呦拜托 柯总照 你们不要乱 台湾就不会乱 你看那个赖清德都还没有上任 就已经说不可以组团去大陆旅游了 是谁在乱啊 还有那个瘦肉精像要过年了 谁敢买猪肉 是不是这样子 谁在乱啊 哎呦我的天哪 来媒体人善后知就说了 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 立法院的意识中立很不好 何止不好 有中立吗 我觉得这位钱 我们的媒体前辈讲的塞太客气了 立法院预算中心法治局公文几乎不能看 如果韩国瑜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未来立法院会很精彩 而且呢找这个周恩来当秘书长 就会让柯建民完全失去经验的优势 因为周恩来 他的经验值绝对不输给老柯 所以呢一定会帮韩国瑜加分 也难怪啦 人家柯建民赶快发文 写说这个怎么样 这个很惊悚啊 对他来讲真的很惊悚 因为韩国瑜当了院长 现在国会是 国民党是这个最大党 同时又有周恩来 来当秘书长 哎呀难怪柯总造 帮你这个压压经 这么惊悚 我希望你这个心脏要保护好哦 对不对 自己要小心 那当然 呃国民党这一次的选举 在总统这一局没有拿下 让那个赖皮选上了 然后现在还说要回万里老家去过年 真的是有够嚣张的 但是国民党虽然在国会的这个席次还不错 但是未来的四年 国民党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要改革 改革必须针对年轻人 政治改革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而且要透过深入的讨论 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共识 呃跟年轻人共同来建构更好的一个未来 那国民党的发言人承诺 未来在年轻人的参与 两岸的政策 还有制定 以及这个相关选举一些候选人的产生方式 都会不断的创新来回应社会的期待 对所以呢就是未来的国民党必须要 请听年轻人的声音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这绝对是国民党改革必须要做的 呃更多的内容也请您锁定 每天下午两点钟的大新闻大爆卦 整个龙年也有开卦 你讲到两岸关系好不好 我们赶快挤进最后一题 两岸关系好不好 2024大预测两岸关系的走向 请作答 哇怎么样 眉头深锁是不是 很好奇写什么耶 那孟凯就先给我们看吧 不期不待没有伤害你作弊 那这样子我就刚刚不要猜 我很有诚意我还重写了一遍 好不好 不觉得吗 我就先讲一下 还是一样啊 你看帮交国我们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那一样两岸关系啊真的我只求现在可不可以 就是最minus就最低点了好不好 就过去八年蔡英文政府执政下面两岸从停滞 冷冻到火车对撞 真的两岸人民受伤很大 尤其是台湾 我对岸先不讲 我们台湾观光旅游住宿饭店餐饮运输 这些业者在疫情期间海啸第一排 那2023年大家全世界都在拼经济 拼观光的时候 泰国日本韩国 这些国家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是举双手欢迎赶快 因为观光材是刺激经济最好的一个方针 就是台湾2023年 我们有赚到这种国外陆客 然后其他世界各国这些观光材 其实没有啊 2024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所以我真的还是一样 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看虽 或是我们这个敷衍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会认真的去讲出人民的心声 但是如果说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死脑筋 或说他们只想要用那种 听取四成的名义 然后就是绑住 然后只想延续自己的政权的话 我只会觉得下一次的投票 会继续的再用选票来教训现在执政错误 而且政治意识形态绑向的民进党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有预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